來 我們繼續上課 我們後面的那些同心趕快就坐 後面的同心趕快就坐 來 各位同心趕快就坐 要上課了 來 後面的趕快 趕快 要上課了 我去上課 我去上課 為什麼要再靠 那個我們的同心齁 年紀比較大 火比較高的齁 讓他們去咖啡廳用電腦 在咖啡廳用電腦上 來 趕快齁 時間 比較快一點齁 第三頁 來 趕快就坐 趕快就坐 要上課了齁 後面的趕快 趕快 不要再講話了 趕快齁 庄建樹 同心 你的東西在這裡 庄建樹 庄建樹 你的東西放上課了 來 趕快就坐 趕快 趕快 民國總統身份 關切美國對台灣的政策 認為 寧可台灣是在友邦的控制下 而不是被由蘇俄所控制之中國共產黨所取得 並認為 台灣已由美中所共管 而美國如果不贊成這個提議 盡可依照征服權接管日本 台灣領土 美國可以承諾在未來 會將台灣回戈與中國 以避免遭控訴 違背 開羅宣言 履行將台灣歸還中國的道德義務 然而 美國對台灣歸還中國的道德義務 已經演變成阻止日本 台灣淪為中國共產黨 所控制的責任 承然 中國軍政府只是代理美國征服者 美國杜倫門總統 執行占領日本 台灣領土 而美國依照戰爭法 對台灣確實是有可行使的占領權利 但是 美國也應該履行占領義務 以為其法理責任來逃 走起來 看我這裡 這段跟我們說什麼 由這一段裡面你就知道了 蔣介石在1949年12月7號 逃到台灣宣布中國遷都台北 然後在隔一年的3月宣布 不合法的個人來給我們統治 不合法的個人創造歷史 像今天有一個人 我認為他是蠻愛台灣的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這個法律 都完全 完全依照他的感情的用事 然後你說 台灣人就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如果說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就就叛國 台奸 那牌子有夠大頂 其實 我都不回應 為什麼 因為我看他就像小孩 雖然看起來就老了 但他就像小孩 他不懂 完全不懂 完全是依照他自己的心裡的感覺 他所得的課本 所以各位 在台灣你得的歷史課本 實在是很危險 因為那些課本都嫁 雖然很傷心 說這位很傷心 但是確確實實 那些課本都嫁 那只可以害羞爛而已 還說 我們漢人 我心裡不要說 我們當時是漢人 漢人老早就被 在中國已經被消失去了 哪有還有漢人 那是創造的名詞 政治上的漢人而已 沒有漢人 像是台灣人 我們都是平埔族的後代 只不過是我們忘記了 但是你看我們的 那些火口停噴 那些以前的記錄 你會剩一張 你會覺得說 秘書人在這裡說 都是對的 都是真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 你也不一定要說 按照我所講的 你回去 這些東西要看 要討 去研究 再來 中華民國政府 拜退逃亡以後 於1949年12月間 李中仁總統 是以法理中華民國總統身份 經過香港流亡至美國 由中華民國李中仁總統 沒有選擇日本台灣 以流亡身份順便宣誓主權 顯見日本台灣領土在當時 並未依照開羅宣言 而歸還給中華民國 而蔣介石元帥 則是以代理杜魯門 占領日本台灣的 法理軍事總督身份 流亡至日本台灣 這才是中華民國真正的身份 蔣介石的真相 你應該清楚 李中仁 他如果真的李中仁來台灣 他說流亡也比較有什麼 流亡總統 蔣介石不是 他只不過是在 一般命令第一號裡面 被麥克拉社授權 叫他在我們台灣接受日本的導航 這樣而已 但是他已經大大 12月以後來台灣 宣布復刑事事 當然他有帶一對 中華民國的國大代表來 創造歷史 創造自己的政權 其實那都是完全的違法 所以他現在什麼 就 勘亂時期什麼 他沒說那都是假的 什麼戒嚴 那也都假的 那個戒嚴也是不合法 軍事占領本身就是戒嚴 所以這個戒嚴 我們後來接到政權醫藥 我們不要宣布戒嚴令 我們會用什麼 社會秩序保護法 那其實就是戒嚴令 所以我們大家 這些議員 議員大公門 你們要討好清楚 要討好清楚 這很嚴重 我無關說你的程度什麼程度 你坐著 從頭到尾 討不下討兩次 討三次 台灣人民會感謝 再來 以國際間認識 美國與軍事武力解放了日本台灣 日本对台湾有特别责任 而只要蒋介石还在 根本不可能有建设性的作为 美国即使依照战争法 对日本台湾有占领权 然而基于开罗宣言的道德义务 还得顾虑蒋介石的存在 在基督经典和平条约生效后 开罗宣言已经走入历史 而在蒋介石过世以后 美国对流亡中的中华民国政府 应该已经不再有情感及义务的牵绊 也应可以有一些建设性的作为 现在就是有建设性的作为 例如要求马英九政府 台湾人不可以当兵 所以各位 你们如果住在华年那里还是高雄 来我问你们这边住在华年高雄 有看到美国的请你驾手吗 有很多人好谢谢 有很多人都看到青年看到美军 我们也有相片 你们也在这个 现在这个基地里面 包括新地 那个阶楼 还是台东的阶楼 华年的阶楼 现在开始有很多的美军出现 美军最好人的 他说什么 李平头小平头 海陆海军陆弹队 所以各位 我但是我也听了一个消息 说台独的某一个团队 说要去台北抗议美军入台 因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听到这种事情 一方面我感觉很可悲 很可悲 你如果真的美军没进来 我告诉你 真的不用多久 马上就叫台湾 拖起到中国去了 我们可以忍受吗 当然不能忍受 美国人把你站在旁边有什么 那是好看他建议我们 当然要建议也很困难 但是他打赢 他就要尽责任 已经让他休憤六十八年了 要回来了 休息已经够了 要回来上班 来 过来 1949年年代末的菲律宾政府 基于安全考量认为 日本台湾已由美国 而非中国共产党所占领 然而时过境迁 讽刺的是 六十年后的菲律宾 在2009年12月12日 与其所举办的地球小姐 选美的网站中 竟然将日本台湾 称为中国叛逆的一省 这意味着菲律宾 已经不再忧虑 日本台湾被中国共产党所占领 其实也不只是菲律宾 世界各国包括美国 皆依其国家利益 而制定反共或者轻共的政策 也因此图选 日本台湾急需要法理 迈向地位正常化 以致指被国际社会政治处理掉台湾 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在建设就是这个 各位我们每一次在开会开学的时候 我们不以武力跟暴力 我们是要以法理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法理 我告诉你我们老大就逃了 今天后果在我们有法理 所以我们要坚持法理 因为法理真正是台湾唯一的生路 我们每个人这么年轻 坐在这里在胸口 还要单口气 真的让人很感动 所以后一次呢 如果我们没有宣企 让你做二十年 做三十年 有人如果说话的时候 你会让他说 我是经过千辛万苦 那么热得天涕 坐在那三天两枚 不然你去坐我看 你有经过五次的训练 初级班 高级班 所以有人告诉我 秘书长 如果国民党民进党要进去 我说当然可以 但是要照白 他也要从初级班开始 不管什么人都同样 这样好吗 好 这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政治法理 这个伦理啦 政治的伦理 不可以说 他很大的 各位 有一次我们在座每一节都很大的 每天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要让谁伟大 谁就会伟大 如果要给他电 那人就用电 当然我们不希望是这样 但是我跟各位说 你不能感觉说 你没有知名度 我们执政以后 你就很快会有知名度 因为叫媒体每天给你访问 你就非常有知名度 但是这个访问 访问好的 你不能去做办事访访问 来 再来 第四页 美国将与中国共产党敌对的 中国国民党势力 引入台湾以后 形同将中国国共内战 延长至日本台湾 毫无疑问 所谓的日本台湾 根本就是美国所一手创造的荒唐戏码 美国方面 在韩战爆发之前 一方面 美国确实有不打算军援 军援蒋介石 防卫日本台湾的讯息 然一方面 却也认知 如果日本台湾有美国军事占领 是免于落入中国干共产党的唯一保证 即使在68年后的今天 在认知依然正确 美国确实没有立场 军援在日本台湾流亡的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 蒋中正主席对抗中国共产党 然而依照战争法 是不能部军援代理美国征服者 美国杜努门总统 占领日本台湾领土的军事总督 蒋介石元帅 以旅行保卫台湾的占领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1949年10月1号建国以来 未曾进犯台湾领土 至时美国并没有机会 展胜其对日本台湾领土 有占领权的真面目 事实上美国是一直在保护日本台湾 然而却将领土跟人民分开处理 这是本土台湾人生以为汉的事情 台湾领起来 从这段来的 你应该看得出来 是怎样美国制造台湾关系法 而且卖武器给台湾的治理当局 当然台湾治理当局 他告诉你他是中华民国 这个治理当局是谁 其实他的化身就是杜努门 他占领是有一个占领者的头 以前杜努门是占领者 就这样和平条的 然后他交给所有的总统 一代接着一代 到今天是交给欧巴马 所以今天的占领者 台湾的土地占领者是什么 是欧巴马 所以我们讲美国军政府 这是比较简单 但是他的理论上讲起来 实际上的占领者是欧巴马 所以他军援蒋介石的理由 不是他个人 不是中华民国 是占领当局 占领的当局 这个占领当局就是代表杜努门 代表欧巴马 所以他卖武器给他 但是很可惜我们台湾人去立志 所以我非常不愿 我们台湾人交钱 这几年了 行政策给我们的那一天 他要考虑考虑 就是中纪行给我们台湾人 所以台湾人会很富裕 所以我们比较欧巴马 还比较欧巴马 再来我们在座 这些议员 我现在在8月12号到16号 我开放30名要去日本 我们总共是96名要去日本 但是我们的议员有30名的名额 这边要去日本 要做什么 当然政国神社我们要去 我们去日本的政国神社回来 我们8月回来以后 大概在8月底 我们要在高雄 高雄市啊 办理一个法会 来超度台湾英零 三万九千一百名 在高雄班 你有赞成吗 但是那个法会呢 我有说过 不管你是什么教派 基督教天主教什么派 都可以参加 我尽量要将那个法会 是变成一种宗教式的 而不是单独指定什么宗教 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接党政权 我希望我们要跟我们的先列 先列们给他们告知 我们祈求这些先列来保护我们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 我们有30个名额 你如果今天可以决定 你把你的酒店 还是在中央办公厅报名 越快报名越好 这边的行程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 我们有一个行程 就是 让你日本的乡村 那个街道里面 乡下 不是乡下 城市里面 要让各位去看 日本人人地理日本 它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 你去看 它的水壳有清晰吗 它的土壳有清晰吗 它的公共厕所有清晰吗 我如果跟你说 房间区的公共厕所 一点前后 他们用马铺去查一遍 你觉得很难相信 我把你要求 我们台湾民治府 我们这些资工虽然都是自愿来 是没有工资的 但是我们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已经尽量 保持这个专层 非常干净 不然我们台湾民政府 要让整个台湾都非常干净 好不好 好 所以这边的行程 有一段是要做这个 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行程 就是这个奇遇线 奇遇线就是这边的 子妈咪 那个海啸 受伤最严重的一个线 我们要去做什么 要把直述 政策 每一个人 我们跟他们同在那里 你知道吗 日本人欢喜一个人 甚至他们自己去监察他们自己 我们日本人怎么这么笨 让台湾人给我们诈我们要直述 所以日本真的团队 对我们台湾民主非常好感 同时说我们去 他们那些议会议员什么 都要来跟我们做朋友 我们去的时候 你一个人可以买一张手 认识 你带着它 你的名字可以寫在上面 后来你的减莉 你的孙子那是看 有人你照顾那一张手 你只要买一张手 穿下去 日本人就要每天自己做 好 我认为会好 这个不应该拍手 因为你拍手就是说你并断 不然你每天坐飞机 但是我來告訴他 我們過去很少這種活動 但是現在很多我們的同心 大家都覺得我們要表現比日本人好 比日本人強 譬如說 現在中國在台灣的統治 這些都市 周圍都已經泰國暖爐了 但是日本那麼乾淨 我們也覺得很麻煩 我們總要有地方比他好 對不對 我們現在華麗比他好 我們要去種手 他們感動得很厲害 所以他們的媒體說 都要跟我們拆放 他們那些人 要和我們九十六個來做朋友 而且要為一堆土地讓我們去種 拜 種要台灣民政府森林區 會喔 真的會喔 你要不要去看 你就可以說 這張是你們阿公種的 甚至你的孫子也可以說 這張是我的周圍種的 但是我跟你說 參議員只有三十個名額 你可以自己報名 找酒店 或是找中央辦公廳去報名 你如果跟我們報名你就一定要交錢 你別人跟他們佔他 還沒要去 這樣不行喔 我先跟你說 我先跟你說 過來 1949年12月6日 英國駐台大使從事領事館發出備忘錄 至美國國務院表示 英國方面對日本台灣的看法 也是只有美國大幅而且長期承擔保護台灣責任 才能防止日本台灣淪陷 然而 當時並不能期待 美國會有所表示 由美國負責保護日本台灣領土 即足以證明美國對日本台灣領土 確實有佔領權 日本台灣領土並沒有依照開羅宣言 而歸還給予中華民國 這是廣為國際社會所周知的常識 唯獨中國兩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還沒有領悟 但是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有領悟了 現在唯一還沒有領悟的就是中華民國 但是美國也強迫他要領悟 他必須要在這幾個月裡面 來離開台灣去金門馬祖 過來第六頁 中國國民黨政府並不受台灣人歡迎 一般的觀點是這個政府不復存在 大權是落在並沒有官銜的蔣介石元帥 東南長官陳誠以及秘密警察 是有一小撮的忠誠追捨者 本土台灣人經日本五十年的統治之後 著於政治而且沒有組織 令人不可預測 各位這幾個是重點 這幾個就是美國對我們台灣人的看法 我們說我們台灣人不要靜地 不要組織 他不會說沒頭腦 好不容易台灣民主去控告美國 美國嚇到 他發現說 你台灣民主有這麼多的人才 能夠研究台灣戰爭法出來 而且人家可以在世界國際之間 領先其他的國家 各位我們要掌握 所以我們要訓練 所以你覺得說 你在訓練有的說 哇我就要再加錢 各位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飯 現在可以有機會 用雞瓦滴血河路而不為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在最高 這是我們這幾年裡面 你也發現說 我們的進步真的是有目共睹 非常的快 你在這裡你坐應該也很舒服 現在只差一個東西還沒到 冷氣 我知道 但是我跟你說 我想怎麼不想穿跟你們一樣的來吃 我想穿四種是 我要讓你們知道 我也是人 我比你比較熱 我可以喝來 你也要喝來 當然 郵先生已經答應說要爭了 但是你要知道 說爭不是說今天水爭 不然後禮拜就爭好了 但是沒關係 你要有機會享受到 再來 然而228事件 暗示本土台灣人 可能經常會有驟發的群眾運動 追求任何有助於 自中國國民黨政府 惡劣政府解脫的基本目標 自治或者是獨立 美國繼續提供美元給無改革的 中國國民黨以及支持其軍隊 將延緩或阻斷本土台灣人自己的期望 即強化中國共產黨的政論 美國如有能夠明確宣布 協助成立台灣民政府 選定將領或者領導人 在美國軍事援助之協力下 應該迅速制止中國台灣共產黨的發展 以及加強台灣民政府抵抗力 如有如無國珍的台灣當地政府 會獲得較多台灣人及中國人的合作 請你看我這裡 美國是在中已經升任台灣民政府 我抵抗美國的少年 才讓台灣民政府抵抗 在網路有公佈 在我們的網頂也有 這表示說美國的行政單位已經升任台灣民政府 日本的外務省也用台灣民政府當作回信的單位 但是由於台灣人要再說說說 我還記得說 那當時美國以後 跟最高反應美國派人來問我 我們政權去交給你台灣民政府 請你準備台灣人來接 我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你說準備好了 是你嗎 我說對啊 我是台灣人 你的證明呢 說這句話我就腿疼了 我就發現 在法理上 我是中國人 我不是台灣人 所以 我們的罪國犯儀 破關醫療 2009年10月5號 判決醫療 我們這邊的律書 經過美國的授權 在9月13號到21號 要到我們台灣民政府來檢查 同時我們有三場的演講會 在台北 台中跟高雄 台北今天已經決定了 就是9月17號晚上6點半到10點半 在台北信義區的世界貿易中心 那是全台灣最好的開花的地方 世貿 做的也很貴 但是這個很貴 我們台灣民政府中央我們來想辦法 18號或者是19號會在台中 可以確定的是20號 9月20號禮拜六 我們會在高雄舉辦 高雄舉辦呢 所以我們的社會組長給我們保證 這張最終有4千的到5千的 所以各位 我們是要希望說 這個美國派來這個人 他這一個團隊 他跟我們說他不要翻譯 他不是要說 那個北信義 因為翻譯他要自己找 他怕我們給他翻錯 所以來演講會呢 舉行的時候 我們會另外請我們的六個州的 參眾議院的 海啟參眾議會的議長 州長 我們會辦一個園州會議 我們可以問問題 當然我們也會有一場 看我們國州裡面 我們這裡議員大人 有什麼問題 你也可以用書面 來提到中央辦公廳 由中央來翻譯成英文 提交給他 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你就會得到很好的答案 這是我們9月13號到9月21號 但是我們9月13號到21號 總共我們的法理 演習營照樣進行 我們從2010年1月14、15、16 開始到今天我們從來沒有休息過 所以我們這幾個月的日期 2月29號是 隔園的受訓 我們的隔園呢 我們有四個提示 這個隔園就是內閣 包含駿首 包含駿的內閣 這個組織 我們農眾 這個軍修 我勾給每一次 每一次 差不多400人 來這裡受訓 因為受訓呢 跟我們參議會 我們的議員 受訓的內容不太一樣 我們的內容是 預算的審核 跟預算的制定 那如果內閣審 這組織是什麼 做說如何當一個好的領導人 如何定政策 如何編列預算 當然在這個地方 我來跟各位說 有的人說 欸 啊我 議員也當做隔園嗎 可以 向我 以我為例 我跟我夫人 我們也在上一集 我們也有報議員 我們也一樣上課 我們也一樣考試 我也有報 所以你要拜 我如果退休想要來做議員 你不能說我沒有科技 我有科技喔 先跟你說一下 我一樣要考試 沒有一個人可以例外 我們現在在做國威 你有一些 我知道是 已經編入州裡面的隔園 你也可以 今天的這個議員的受訓 你也可以參加 總是 多得一些嘗試 對你 沒有壞處 當一個領導人 有的人會說 我年紀大 各位 千萬不要講年紀大 這件事 因為我們目的十萬嘛 我們這幾年 我們就知道台灣的地位嘛 過去對台灣滿懷信心 滿懷希望 可是我們用不上力 好不容易 我們這條路走出來 各位 我們今天這裡兩歲而已 對不對 有 打招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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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件事 也鼓勵我們各位 有可好想 要想 這是你的機會 我相信 你在外面 所以我說 你在這裡要打招 你回家 你不去打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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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人跟着你讨论 那种精神喔 那口线也不过 我也不想相信 天也不会让那些人没有考上 但是我不想说 你只在这混 然后你得到一元资格弄 千万不要这样 那种的我是给你建议说 不要参加受粉 你会可以去担担老年年军 把人领八百块 让你穿二块 这样可以吗 美金啦 对不对 你是革命先行者嘛 我忘记说你们要讨 我们讨两次革命先行者 来 革命先行者 来一次 再来 革命先行者 再一次 革命先行者 是 我们是革命先行者 这句话我跟你说 对你绝对有好 对你是父身符 我们今天的议员是四年 但是 两年以后 新的那个四年 又再选 所以每一次的议员 都选一半 选一半 新的可以带旧的 我估计 我们台湾民政府 这些议员 我是希望跟美国谈判 二十年到三十年不要选 除非台湾人已经受到教育 认识说 他回那个票 他那个个人的价值 在什么地方 我们才来举办选举 我问给你们看 你们大家的眼睛筋筋 不要紧 但是你要说社会 过去选举 你不要拿到人的 美票的钱 请你去唱 唱 唱吧 你有看吗 这种叫做民主选举 现在还选一百次也没效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各位 别人如果你说 为什么不要选举 你说我是革命先行者 我同时在那 将近七月的大热天 没冷去 晚上你睡 人家呆呆呆呆呆呆 睡不去 这段日子我也过过 我们所有的集团都过 我是居住在307 现在可以 每个人有一丁民城 那些都新的 皮肚子那些都新的 我跟你说 各位 那些东西你要偷下去 可以用 有的不敢用 你如果偷下去可以用 晚上我去看 晚上你们去睡的时候 我看你们有那金头 有颜色的金头 要用 同时 明天这一块起来 米皮要做好 你们又要扣人给你做 看人家别人怎么扣你就怎么扣 只要静静静静静静 我没说做冰 只要有凝有脚 我没这样说 要扣好 肚子要穿得清 有很多人很暖 上期我发现他们最大的毛病 离皮以后 里面什么牌都有 那些淋漠摘的 那些管子也有 大行都有 卫星座 什么都有 我希望我们这次 要自治 为我们这次 开始做好 好 我们会去用手 要回去 做好 净净净净净 离皮 让后面的人 可以使用 因为后面 也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人员 我们的同志 我们的同心 这样好吗 好 好 你会做好的驾手 没法会肚子疼 我跟你说 过来 这我经常说肚子疼 不知道有好 美国开启了台湾地位 模糊化的原点 就是混淆了台湾民政府 和中国军政府 日本台湾领土 无论是由美国 或中国军政府占领 依照国际战争法 都必须在日本台湾 占领地设立台湾民政府 而且要富有保护 当地无分族群 人民及生命 和财产的责任 以及义务 这里看我这里 还有半个小时 你们看我这里 各位 我们要非常清楚 今天 我们台湾民政府 所处的地位和立场 我们现在可以 所有的人是因为 我们没法理 今天就有很好的礼 那些人很爱台湾 很有爱台湾的心 可以来跟他 抢声说 什么人说 台湾人 没有台湾的主权 那就是 叛国 台湾 我都没有说 我心里是在想 台湾人的地匪 台湾人受的教育 已经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 勇气让台湾 这个地方叫起来 我们的厚厚代代 都会去当努力 再来 包括 抵抗中国共产党的 犯台的军事行动 美国战争史上 并没有结合 美国军政府 即 占领地的民政府 而成为美国殖民 政府的权利 美国纵容中国政府 结合中国流亡政府 成为中国殖民政府 从而永久占领日本 台湾的企图 是严重违反战争法 请你看我这 美国占领的波多利克 这几年了 他从1899年到走你 我跟你说 波多利克的人 比我们台湾的人 联合很多 是怎么 这几年以后 波多利克的人 会让美国要求 我是被你占领 你必须负责 你每年要花 几十亿的美金 冲什么 要给他钱 做兵 建签法规定 我不需要做兵 买东 买东 波多利克 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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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事 在买东 那时候 是美国因为 在扩张他的领土 他写这样 所以在六七年前 刚才开始我跟美国接触的时候 美国就告诉我 我们今年一定要波多利克 獨立 或者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 所以他要求 波多利克公投 波多利克的人 他那是很好 美国叫我公投 OK 我来制造公投的题目 我们要不要独立 公投 要或者不要 所以那些政治人们去跟他们说 独立要做兵 独立要买武器 老百年听着说 要做兵 要买武器 鬼也没 公投 一央 不独立 因为每一次都能做两次 四年后再一次 堂也不过 不怎么过 波多利克的人 习惯了嘛 所以波多利克都大大 反正没钱就像 美国就要给它 公共设施 公共设备 美国要给它 国家缺钱 美国要给它 所以两次都没过 所以美国说 你不要独立 不变成五十一州好了 这样已经八年过了 对不对 五十一州 来投票五十一州 现在那个政治人们就跟你说 变成五十一州以后 我们要缴税金 跟美国人一样 卖东西给美国 一样要缴税金 放着鬼 波多利克的人 买五十一州了 不要 不要 又过八年 现在美国想起了 你们这样不行啦 你要把那个标题 两个放在一起啦 要独立或者是五十一州啦 对不对 那有利不 好 放下去 现在政治人们就跟波多利克人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说 美国的参议会 有通过一个法律 他们永远不要增加新的州 所以都要回到五十一州 好通过了 现在问题 等于美国参议会 到现在还没改革 你的宪法规定说 不能增加新的领土啊 但是呢 已经所有的波多利克的人 都拿什么 美国的波多利克护照 是同美国护照一样 那有聚吗 聚吗 聚吗 聚你拍拍手 我说这不是故事喔 我这个是启示喔 你要去想 台湾人 头脑应该不会比较少 是台湾人受的教育 错误的历史教育 所以你想不到去 所以各位 政治 不是说人人会玩 你自己要看 所以有时候 你要说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你要经过三思 要想一想 我讲这个话 有没有道理 我讲这个话好不好 总之 我们只目标一个而已 要希望台湾后排 由台湾人自己来管 台湾和日本可以让联合 变成邦年 Common Wales 日本天皇 不要紧 我们共同的精神领袖 像是 按家族上面的身面同样 身面不怎么办 把它放在那里就好 然后我们自己管理我们自己 不是很好吗 但是还没有以前 希望让美国 军事政务这么厉害 因为 我们不用做兵 我们不用买武器 买东西去美国 不用水 我们都没有享受到 好不容易 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我们打拼 向这个方向来打拼 所以我不真的跟你说 后面的台湾 我跟你说 非常富裕 真的非常富裕 不是我跟你说 你自己去想 蓝图 但是呢 各位 我们要够抗一千名到一千两百名 我们在一起 各位都有这个责任 每一个最少要找一位到两位 比你年轻 听得清楚啊 比你年轻的人来受训 比你优秀的人来受训 那时候我们就会很快的速度 建立台湾民政府 然后正式交给美国以后 他会把这个台湾的管辖权交给我们 这是我们大家人的愿望 再来往看第六页 第七页 对不起 现今的情势下 在蒋介石元帅 及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文武高层官员 只有在美国支持下 获最后胜利 而有面子凯旋返回 这个大陆啊 能够改造中国 才会接受美军占领台湾 未经协商的占领初期 或许会遭到中国军队的反抗 然而美国以顾问方式 来军事控制台湾 在当时的时点是完全可行 而且为中国 许多中国官员高层官员一再请求 美国能提供最大的军事援助 甚至建议军事共管台湾 百万人以上在台的中国难民 期待台湾能由美国战管 以保护其生命 及至中国所抢救的财物 但是大部分本土台湾人痛恨中国共产党 是老早美国的文件来导致下来的 今天呢 美国的军队以外 就是定义说 是怎样要用中华民国的部队先消灭 中华民国现在不能争兵 你怎么知道现在国地的营区都关起来 都没有了 很多的营区里面的军事都给它全散 这不是我说的 你可以在大附近有营区 你看看 当然不是当中 但是至少现在营区里面 全台湾的军事只剩几万人而已 憲兵老早出销了 所有军队重型武器 美国全部接管 海军美国现在已经接手指挥 空军免共全部指挥 这边美国有八十家 这边的直升机分成四个梯队 进入台湾的领空 我相信 我们有一个东西在高雄 他处定插美国国旗 那些提升机 竟然为人家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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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看美国国旗 我发现星星算错了 美国的星星 你知道吗 五十个 有的人不知道 星星我偷偷偷偷偷 他说 他要再修改 你夾法星星 美国就是说 台湾要变成五十一支 法理上不可能 你不要在笑 我们不用做美国人 我们可以做台湾人 但是日本台湾人 在法理上面 我们是用日本台湾 但是在国际比赛 什么都用台湾两个字 这样而已 不是国家 不是 所以台湾后面会走这条路 我把国家保证 不管怎么样 这条路一定会成功 而且一定会达到 不管说 那些所有的人 如何反对 没有用 因为你国家反对 你反对的力量 绝对没有美国的强大 现在是 我们要小心准备好 我希望说 如果我们在十月以前 能够准备好 我们可以将这一次的选举 把它停掉 所以有很多人 跟他的朋友说 要选举说 你不能花太多 你如果花太多 你后面会会 动算不好 那为什么 他那些议员 每次都是 我们在座各位去取代 他如果要做议员 可以吗 可以 来受训 但是到那时候 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 所以各位 你今天来这时候 你要引以为荣 再来 大多数本土台湾人 持着托管 是美国 或者 我这个托管 用两个引号 现在 联合国来的托管委员会 已经取消了 所以不会有托管 这点大家要注意 或者盟 或者盟军最高 指挥官 麦克拉社 介入的 替代方案的看法 独立派 人士承认 并 无可能立即独立 而与托管派 人士合作 以为过度之需 而且 在台湾流亡的中国人 应该是可以接受托管诉求 国府官员 则认为 是大力反对 一方面 认为是 有失国府的面子 另一方面 则是认为 其可能 终将导致台湾沦入 共产中国 国民政府 应该是最欢迎 而且 要美国 藉由军事及经济控制 介入台湾事务 在当时的危机情况下 中国官员 会接受 任何保护台湾的建议 量测 有以上的探讨 可以获得 结论 各位 听你的话 我一个地方 要跟我们大家交代 我在跟美国 谈判的时候 我有答应两件事情 第一 台湾绝对不会走上 共产制度的国家 你有赞行吗 你有赞行吗 有 第二 台湾绝对不会对外面宣布独立 你有赞行吗 有 你其实你拍摄 我是拍到美国看的 因为我说 那不是只有我的意思 是我们转体的意思 再来 结论 A B 台湾领土 并没有依照开罗宣言 归还与中华民国 B 翻过来 第八页 美国至今 对台湾领土 仍然拥有占领权 而美国军政府则是以顾问方式 控制台湾 自旧金山和平条约 升效后 美国军政府应该是持续在控制 并保护日本台湾以近期占领义务 各位你怎么看我这 其实我们跟美国已经说过了 中国如果出来抠腰的时候 美国会跟你说 我美国是按照 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 台湾是主要占领全国 中华民国是代理 今天我把中华民国赶出去 是因为我终止了这个代理的作用 所以你看每一次 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要就职的时候 5月20号一定要美国的贺定 到了以后才能就职 这标记说美国总统授权 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是台湾管理当局来继续管辖台湾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外面的人有很多不知道 所以不怪有一些人 那讲的话就会非常幼稚 所以我可以相信 我们大家在外面所碰到的困难重重 你若有一个人像这种的台湾思想 那样浓厚 但是又都不对 死不悔改的也很痛 所以有时候我知道 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不过 我们虽然辛苦 但是我们是非完成不可 我有发现我们的东西 真的说非常好 介绍十个二十个 少年来自受训 非常好 这就是我所希望 也是我所期望 也非常感谢 再同心来帮忙 再来看第三点 是 68年前到今天 对日本合约尚未完全签订清楚 美国受制于开罗宣言的道德义务 而对本土台湾人希望 美国能够军事占领台湾的呼吁 从耳不闻 然而 虽经过68年 本土台湾人鲜贤的呼唤 仍然鱼音鸟鸟鸟 仍是台湾地位卖下正常化的口号 所不同的是 在对日本合约生效后 美国已经不需要 再对开罗宣言所约束 并没有理由再忽视 再度忽视本土台湾人 重提美国军政府亲自占领 执行台湾占领 并依照国际法 设立台湾民政府的要求 各位 美国现在就是做这个工作 过去 台湾人不要建政法 所以跟美国要求 他动作不听 动作不知道 但我们现在的台湾人 是已经知道 战争法 国际法 所以顾美国 美国愿意 来配合我们 所以他才开始一次在台湾 各位 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 拜 我们一执政 我们的四千亿 在历史上面 会名流千古 而且会让大家所怀念 虽然我们只是流汗 我们没有流汗 我没有拿刀 拿钱给你 叫你去结兵 不叫你去做革命先烈 我们要做革命先行者 你如果做革命先烈 我跟你说 你执去是要做什么 如果要执 让他们去执 你买 我们用法律 走我们的路 再来 第一 68年 多年 多年来 仍然是真理的事实是 不论中国是否要借军事或经济力量 企图并吞台湾 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台湾 将是阻止台湾被中国并吞的唯一保证 所以你看中国 现在中央 Ecfa 福茂 就是用经济 你引流 大家也不要受骗 也不要受骗 我们跟美国说 你回来 你美国回来台湾占领 所有的台湾都改革了 但是前两天我听说 有一些台湾的派系 还没发动人去台北去抗议 我是听到很不好 所以后来我怕就是这些人 是我们以后台湾民政务的麻烦 因为他说 我台湾人啊 我很爱台湾 但他走的路线不对 所以如果有机会 那些人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有机会 要跟他们说 但是我给你保证说 虽然我们是亲戚跟他说 但是他说的声音 一定会越来越大 因为他没法说 他讲不下去 如果说到 到路线怎么办 越大声 那越大声 不是说你大声就好 我们要慢慢说 所以我可以跟他说一句话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论述 到今天为止 在全世界 没有任何敌手 连美国都完全配合我们 以本质为中国殖民政权的中华台北 就法理而言 对本土台湾人 并没有代表性 只有台湾民政府 才能代表本土台湾人 在台湾地位正常化 及过渡阶段 美国应该以配套方式 允许服务流亡中国人的中国流亡政府 以及服务本土台湾人的台湾民政府 分别运作 即以双政府模式 而在两岸中国人彻底和解后 则其终止中国流亡政府在台湾的运作 使日本台湾的地位能够确实正常化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想的考虑 这次的文章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绝对机密档案 总共有十批 这十批我会连同你的 你的议员资格证书来送给你 希望你拿到那个时候要讨 一定要念 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的时间我要把这个地方 一直断落 因为我们的洗澡的地方 在你三楼以外 我们的第三九十的旁边 有差不多二十间的浴室 你也可以来这里洗 所以虽然不一定很方便 但是我们尽量是要請我们国会来这里 在这里研究法律 不是来享受的 你如果要享受 你就在家 你如果要吃好的东西 你就在家 我们在这里吃 我保证你一定吃的肉 你如果一碗不够 听清楚 自己可以自动主动过去 没有人会跟你说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这样好吗 好 谢谢各位 多谢 谢谢 非常感谢